我們台灣人有點類似的就是說 叛賊不兩立或者是說 我想到我們的歷史人物汪敬衛 或者是說我們對待 日本殖民時代的這種歷史記憶也好 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夠 逐漸的在公共領域把這個問題拉高到人的層次 先把那個顏色或者是種族的呈現 我覺得比較才有可能產生新的見解 新的國族或是社會的見解 否則他永遠會變成一種族群的對立 像228也是類似相加 那裡面他自己也有提到 他不認為他是 我忘了哪個東西 總之他愛他的朋友 那不代表他愛這個 就是他一定要去愛這整個民族 他可以愛真理 他可以愛他的朋友 愛他所愛的人 沒有 他說他不愛哪一個民族 他說他不愛哪一個民族 沒有愛哪一個民族 沒有愛哪一個民族 對 這句話 對 我覺得民族是一個血緣的東西 或者也可以說這個抽象 那西方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有一點地方是比較進步 就是把人這個價值抽離出來 是高過 我覺得他是高過所謂的族群 或者是幫派利益 或者是所謂的社群的利益 這一些 我覺得他可以超懶的去談這個問題 我覺得一個社會如果能夠超懶的去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比較可能談這個問題 和諧 對不對 對 所以可是你看 猶太民族顯然 在這一塊 他們那個意識是更高的 所以他所遇到的意識 我覺得這能理解 我覺得這需要福建 因為 你那個世代的人 你很難跳出來 尤其是你是受害者 對 就是你受到迫害的時候 那個 那個是會一直在 這是要賺錢 就像我們在講說 到底這塊土地 難度要撐多久 跟說 也許 五十年 百年之後看 就是現在就在那裡 對 因為當我們這個 不再受迫害 所以我們一直覺得 這個國家這些迫害 一定要停止 但是我是覺得 這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是要好幾個世代 慢慢去 進化 去相信 我個人是看這個 是比較悲觀的 我覺得他的邪惡的平衡 其實他主要最後的 最高點應該是 平庸的邪惡 就是說 一個平庸的人 在某些狀況下 會產生邪惡 那你的平庸現在是一般的 我認為平庸 就不是天台 所以 即時如涵 這個他也會 下來下 那 後來就要說 我個人認為 謙虛是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覺得 民主世代剛好一個問題 大家都很 他為什麼會變成邪惡 就是因為他 有一個很 不謙虛的一個主題 就是 他的 希特勒他 強制作妖 怎麼樣 他就因為平庸 那我是覺得 如果我們能謙虛的話 那平庸也無法 那如果你不謙虛的話 那我們現在平庸是一大堆 我們現在的所有人官僚 就是如果你平庸 然後你又不謙虛的話 對 你就邪惡 對 那我們現在平庸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平庸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所以他這個配置 其實很多人來看我覺得很奇怪 他講的根本就是 他超越了很多層 他拉到最高的哲學層 那其實就保證了 喜樂必然會產生 只要你在堅持的話 那你看 那個以色列是因為 他是一個很 就是好像得失很重的一個層次 你看沒有 他就這樣子動盪 像我們台灣一樣 其實我們早該拉開到一個 更高的視野 台白講我今天來這裡 你說剛看完電影 欸有人談我看一下 我有一個最大的收穫就是說 我不曉得 我以前 我現在在今天 燕子記者都很反感 沒想到我覺得 真的是我覺得他意外 我覺得欸相當的多勇 這點我要覺得很有收穫 好謝謝各位 好 還有沒有人要分享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對啊 如果不曉得還有沒有 最後一個問題 讓我們時間大家去看看 要結束了 那很謝謝大家 今天來聽 就是這麼說分享 謝謝大家來看電影 也謝謝大家來看電影 那也歡迎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給朋友 我們要有資料來看電影 這樣 那謝謝大家 謝謝成果 謝謝烈賢 剛剛那是一個愛思考 希望電視台有關 報導一下 讓大家多知道一點 對 我們就是會上映到下一周 都還會有持續 每天都會有場次 那有場次 那有場次的出 也歡迎出我們會台的 這邊的部分 那歡迎大家分享給朋友 歡迎大家來成名電影 看電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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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